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这些狗都是流浪狗 我每天都来喂喂它们 要是不喂的话,它们该冻死了 有一个事跟大家说一声 昨天有一个网友,他叫波波 他给这些流浪狗买了一箱罐头 完了还有那个是鸡肉 应该是鸡肉 刚才我已经拉进家去了 完了一会让大家过来,让大家看看 一会儿要我妈炖上 然后来喂喂这些小狗 这个朋友叫波波 那感谢他 咱们现在回家 大家看见了吗 我这还有100多米到家 小老虎他们都来接我来了 这些小狗吧,他们会听车的动静 你看一听车的动静以后呢 他们就来 完了每回我一来以后吧 他们100多米跑来以后呢 他前面一直把我给带到家 你看 货呢我已经求回来了 用两个泡沫箱 但是这个已经摔碎了 摔碎吧 外面套带的带都没碎 这是我拿剪的脚踏的 这个里面呢 就是鸡腿 两袋鸡腿 这个也各开了 这个里面也是鸡腿 两袋鸡腿 完了一箱罐头 这个罐头是这样的 这个罐头呢 是啥样的呢 啊 这里面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包装的 之前嘉飞猫给买那个罐头吧 它是一大箱里面一盒圆的 一盒圆的 啊 这个它是这个 这个是这些罐头 喂小老虎就行 小老虎是最喜欢吃罐头 谢谢各位朋友啊 我现在呢把这个鸡腿缓上 然后呢要我妈炖一锅 然后我去喂喂它们 我现在呢打开一盒 去喂喂小老虎 但是我打开这一盒吧 有可能 小老虎它们一帮就全过来 行啊 现在它们先尝尝味就行了 先拿两盒 这小老虎它们 这个就是小老虎 你看小老虎那先尝尝 是吧 你看 你看小老虎平常不知商 它只要一吃的话 这些狗它都不敢想 小老虎拿那个位置去吃去了 这一盒呢就给它们了 来吧 你们几个吃得了 它们几个吃 它们几个吃一盒 好像现在是还有点 有点冻着 倒出来 倒出来就吃了 还得把这盒垃圾扔了 像这些盒子垃圾啥的 对着扔漏 有些时候怕滑着它们 然后呢还污染环境 到时候统一倒垃圾箱里去 这些袋子 这个鸡腿已经缓过来了 今天先喂它这一袋 我妈现在开始切了 完了一会下锅就炖上了 这工具长好是最好切的时候 很好吃吗 嗯 环太软了 也不不起 在家刀不快 嗯 这些 这挺好吃的 啊 长好挺好吃的 还有点冻着 这是这是啥 这鸡腿吗 好像是 好像是净肉是 不知道是啥肉哈 是鸡肉 鸡肉一点骨头没有哈 这是鸡啥呀 这是专门喂狗的 应该是 现在开始把肉下锅了 跟大家说一声 这里面我妈装的是 妈这啥了 木耳黄花菜 对野生木耳跟黄花菜都是碎的 把那个好的大家游走的 这个碎渣 那个都放在这里面的 我妈往里下的这个肉 现在去喂狗一下 我到这个位置 一按喇叭他们就全来 看看就全来了 这些小狗挺聪明 每天我喂之前 我都给他按个喇叭 他们听到这个声音 他们就全来了 全来了 这车上哈气了 因为这个车里面 有那个汤热吗 今天是鸡肉啊 多吃点吧 再次感谢啵啵 他的网名叫啵啵 这全来了 吃吧 多吃点吧 看看他们这些挺喜欢吃这个鸡肉的 看这鸡肉 今天这个小狗吧 是这么喂 分成两拨 完了之后呢 我妈给家里妈 她又留了点鸡肉 完了给那些小狗 给那个小老虎 他妈 那个又给炖上了 我先把这个先拿回来 完了回家以后呢 再喂小老虎 他妈 都让他们尝一尝 这鸡肉 大家能听见这声音吗 外面现在都老冷了 看看这盗牢 盗牢给撒在车上来 大家看见了吗 他不撒在车上了吗 我把这个塑料布 我要给拿出来了 拿出来以后吧 这个汤一撒呢 一下子就留在这个位置了 看到了吗 现在已经冻上冰了 是不是刚滴了下来的吗 大家看看这冰冻得有多快 看见这冰冻上了 看到了吗 这底下也冻上冰了 完了一会儿呢 我拿个那个螺丝刀子一变 这一张冰就下来了 要不就全把这个 做桌垫子 要不都整上汤了 这桌垫子是我前两天 我刚洗的 被带子捡起来 一会儿找个大垃圾堆就扔了 等他们吃完我就走啊 现在开始喂小老虎他们了 等他们吃完了以后呢 我就该下一个活 还有点热这是 今天中午啊 我是抓紧回来 因为宋姐吧 她加班 她不在家吃饭 完了我在家呢 刚才刚把大女饭给她蒸完 然后呢 又炖了点羊腿 这是给我岳母的 要不岳母 中午就吃不上饭了 现在给她捆出来 吃饭了吗 炖好了啊 这个是羊腿 大米饭 你中午就吃这个吧 我开始把昨天 大家在我后台下单的野生木耳给邮走 这个木耳呢 都是今年的新木耳 都是存野生木耳 这个木耳呢 我妈过的有两面塞子 把那渣子木耳全过滤出去了 把好的给大家给装走 看那木耳多干净 一个是一个的 刚才就为那些小狗 就是过滤出来的那个碎渣 就是这个 这都是渣子木耳 全过滤出来了 完了我妈有些时候 为那小狗的时候就隔几间 就给她抓鸡吧 然后给她炖上 看这个 这个野生木耳呢 泡完了以后呢 是非常肉头的 完了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这木耳怎么吃 给她抓一把呀 用水泡泡 泡开了以后呢 你要炒的吃 蒜的吃 直接下锅就行了 你要是凉拌的话呢 必须得抄一下哈 这木耳老好了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木耳的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链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在主页里面点击店铺 在店铺里面找野生木耳 实际上再找不着呢 就去抖音里面搜索清泉大海 然后点击小荒车就可以下单了 下完单以后每天发货啊 看是木耳多好 一个是一个的 我现在开始包货 把木耳全包出来 这个呢 是路边酒 这一箱子里面 是两小箱 就是这个箱子 这个路边酒呢 是我家乡的特色酒 这个一箱是两瓶 一瓶是一斤 一箱是二斤 现在给客户包出来啊 现在开始打包 时间过得真快呀 干不干不就一天了 我现在去快递啊 给大家发货 已经到快递了啊 一会儿大家发货 晚上12点出单号 注意插手吧